太太吃飯的時候 先生一定要隨事在側 太太動筷子之前 不能先動筷子 下雨的時候 你一定要幫她撐傘 只要有爭執 一定就是先生的錯 一定要道歉 然後太太不需要道歉 我們常遇到當勝來就是 其實他們還是很恩愛 但就是為了 躲避債務要假離婚 哈囉大家好 我是黃彩瑋律師 我是蔡瑞源律師 歡迎收看 世在哈囉 好我們先恭喜一下兩位 新婚愉快 謝謝 那既然兩位都是律師 有時新婚夫妻 先問一題 你們兩個有簽婚前協議嗎 沒有耶 因為說真的 結婚前就在思考離婚後的事情 就感覺對於雙方 不管是要接下來要結婚 好像都不是 所以你連律師都會這樣想 就是其實在結婚前 就去談到這個 感覺有點傷感情 就談錢就傷感情 通常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都有一點是要防範對方的時候 才會去提 還有一種是 對方歪遇很多次了 然後一方希望說可以 透過婚前協議 有一些保障的時候 這種狀況 比較會容易來找律師 或是二婚嗎 二婚也會 因為他們可能前面經歷過一次 不曉得 再一樣的糾紛再來一次 假設啦 真的有需求的觀眾朋友 他想要簽婚前協議 通常會約定什麼事項 除了財產之外 我們很常遇到的是 比如說結婚之後要住哪裡 要不要跟公婆住 或是說家務的分配要怎麼分配 還有未成年子女的姓氏 其實也是很常遇到的 還有另外一種 像是自由處分金的部分 因為這個就沒辦法透過 法院的裁判來去做分配 這時候就要透過 婚前協議的方式來先講好 大家比較不會有爭議 太太可能結了婚之後要顧家裡 沒辦法出去工作 那就沒有自己的收入 那這時候就要仰賴先生這邊 來提供一些自由處分金的方式 來讓他可以有自己的費用去做花費 他其實就像領用錢 每個月 哪一方要給付對方多少自由處分金 其實就是很多家庭主婦都有的困擾 就是他不想要當身手派 他不要我今天要買一個包包 就要問說可不可以跟你要 就是這樣很尷尬 而且家務勞動 其實我們是肯定它的價值的 就是你顧家 所以導致說另外一方可以不用請保姆 或是打掃 這其實也是一個有經濟價值的東西 所以要鼓勵先生贊同這樣子的觀點 還有一些我們在婚前協議很常 訂製到的一些條款 比如說外遇 我們就要約定說 如果你外遇 你一次就要賠我多少錢 或是如果你外遇 小朋友的親權就要歸給我 或是只要你外遇 我們就要離婚 那其實這是很常見 但不一定有效的條款 在法院的認定上面 算是違反善良風俗的 所以我們一般會比較建議的 擬定內容是以金錢作為約定 我能理解說不能約定小孩的親權 但是你說如果你外遇 我就要跟你離婚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合理耶 但其實是不能這樣約定是不是 對其實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涉及到 他的身分的變動 所以沒有辦法說事前先這樣預立 大方向就是你不能以離婚為前提 來做這個婚前協議 可是他都外遇了耶 你還是可以去訴訟 所以外遇是一個訴訟的離婚室友 法定室友是一定可以提出的 那只要能夠證明外遇的這件事情 裁判離婚是比較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不能寫在協議上 你可以離婚 但你的依據不會是那一張協議 你們有聽過什麼 就是協議的內容很奇葩的嗎 很奇怪 之前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愛妻守則 大家都會開玩笑 可能還印在T-Shirt上面 軟簽什麼之類的 可是之前有一個案例就是 他的內容是說 太太吃飯的時候先生一定要隨事再測 然後 太太動筷子之前不能先動筷子 還要營蒸 先試毒是不是 下雨的時候你一定要幫他撐傘啊 還約定說不管任何狀況 就是每個月只能回去探親一次 這是什麼不合理的約定 這是開玩笑的吧 他不是開玩笑耶 因為先生就是拿這個內容去法院 因為他最後受不了 他就去用這個協議當作他去離婚的其中一個證據 那個太太是抗辯說 我們就是開玩笑 很多人都在簽這個愛妻守則 然後他先生就說 不是 我們這個是去律師事務所 你出來的協議內容 一個白紙黑字的協議 對 他內容就是 只要有爭執 一定就是先生的錯 一定要道歉 然後太太不需要道歉 最後法院好像也是因為這樣子的判決離婚 其實婚前 大家還在恩愛 都要一起走入婚姻 就不太好意思簽這個 但是婚後呢 就是真的結了婚 會不會來不及了 其實都來得及 就是包括甚至說財產制的分配 其實我們也遇過很多夫妻 可能走到一半 比較常見是可能感情已經就是不好了 經濟也是各自過各自的 他們就會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用分別的財產制 其實都是可以在婚姻當中 雙方同意之下再去改的 那分別的財產制 就不會像說法定財產制這樣 可能離婚啊或是一方死亡的時候 還要把錢拿出來一人一半 分別財產制就是 管房子車子還是存款 在誰的名下就是誰的財產 為什麼生餘財產分配會比較麻煩的就是 我們時常在訴訟中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在猜疑對方說 你其實婚後根本不是只有這些財產 那做這樣子的調查呢 是非常的浪費時間 訴訟上也會非常的耗時 然後也會耗力 清點是會細到什麼程度 會細到說你的保險買了多少 你的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會多少 或者是他到底買了哪些保險 或者是他名下到底有幾個銀行帳號 有多少的存款 金流也會查嗎 如果這涉及到說他有去 故意去減少 剩餘產分配的這個金額的時候 甚至是還會查到說 你在幾年內的金流 為什麼會有這些大筆的資金的 就很赤裸了 所有東西就會隨著這個浮上檯面 對 到了談離婚的時候大家都互相不信任 這樣分別財產制跟法定財產制的優劣是什麼 一般人就是可以怎麼選擇 分別財產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名字是誰的就誰的 法定財產制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把你現在此刻要離婚 你手上有的財產全部拿到桌面上 然後你把婚前的拿掉 把婚後因為繼承啊 或是人家送給你的東西也拿掉 剩下的東西就是雙方對分 這個就是法定財產制的概念 那至於要選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可能我們先把幾個 當事人常常會有的誤解 跟大家做說明 可能選擇上會比較正確 在實務上 我們時常會遇到 當事人來做法律諮詢的時候 去詢問到說 夫妻之間有先生的債 太太要幫忙還 或者是太太的債先生要幫忙還的 這個問題嘛 那首先呢 因為這涉及到我們曾經修法過的這個問題 以前債權人是可以強制夫妻去進行剩餘財產分配 透過這個剩餘財產分配的情形呢 拿到一筆錢之後 債權人就可以去執行這一筆 剩餘財產分配的金額來去清倡他的債權 修法過後已經取消掉這樣的規定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就不用特別去擔心說 欸有先生欠債 我有需要說趕快跟他離婚嗎 或者是說我要趕快跟他變成分別財產制嗎 會不會他的債務影響到我 這點在現在的法條規定下呢 已經不用擔心了 但是如果說他們要離婚 或者是一方死掉的話 還是會影響吧 因為他的債務會變高 相對對方要給他的錢會變多 如果你們是法定財產制 剩餘財產分配 因為先生的債務高 他的婚後財產可能會是零 或是負數 負數我們就當成是零 那就變成反而是太太這邊要給先生錢 如果這個情況去改成分別財產制 發現有欠債在債還沒有太多的時候 趕快去改訂分別財產制 這時候呢 律師交戰守則 對就會進行剩餘財產分配了 那這時候分配掉 那再來他後面債務越來越多 就不關太太的事 到時候離婚啊 或者是一方死亡的時候 也就不會有剩餘財產分配的問題 因為我們常遇到當聖來就是 其實他們還是很恩愛 但就是為了躲避債務要假離婚 就其實真的沒有必要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種 夫妻之間財產分配的很巧妙的 可以提供給觀眾朋友參考 如果你用分別財產制 會延伸出一個問題就是 那家庭共同的費用要怎麼處理 對 所以其實很多當事人 他會去開共同的帳戶 比如說一個家用的帳戶啊 一個可能子女扶養費的帳戶等等 或者說一起買房子 那可能就是直接登記成共有 一人一半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發生說 好像都一起住 可是都我還要在那邊分擔房貸什麼 然後登記在某一個人的名下 甚至是共同的這些生活花費 很難去做計算說 誰要拿多少誰要拿多少 所以會開立一個共同的帳戶 大家講好 每個月都共同放多少錢 以那個帳戶內的存款去做指引 其實夫妻之間也很常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買房 你們買房了嘛對不對 那你們房子是登記在 太太名下 水 很好 那你有共同持有嗎 你們是婚前買的還是婚後買的 婚前下訂 婚前下訂 婚後過戶 欸這樣啊 這是不是有什麼玄機在裡頭 為什麼要這樣 其實這個沒有這種複雜 就只是剛好而已 對不對 只是說買房子這件事 好像很多人都會有誤解 那最常見的兩個 比如說假設先生在婚前已經用頭期款買了一間房子 然後他婚後繼續慢慢的繳房子剩餘的貸款 那有些太太就會覺得說我好像是寄人 對寄人籬下 那是他婚前買的好像我就不能分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誤解 第二個誤解是說我們都結婚了 那一起去買房子 登記誰的名字都沒差 因為不是說財產是夫妻共同的嗎 我之後也是可以去分配 好像很多人還會有這個誤解 但其實也不是這樣 真的不要想的這麼簡單 我們還是會有一些建議的做法啦 像是第一種我們剛剛講到的 婚前買的房子 他比如說一千萬的房子 他先在婚前 繳了兩百萬的頭期款 那之後的八百萬 他是用婚後賺的錢去清償的貸款 所以兩百萬是婚前 沒錯你不能跟他要 但是婚後的這個八百萬 他等於是用婚後 大家一起努力賺的錢 去清償這個貸款 所以這個八百萬 你是可以分配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說 會好像寄人籬下沒有權利 那如果漲價呢 譬如說現在房子一千萬 之後我們真的要來分的時候 漲到一千兩百萬好了 那還是扣掉他的兩百萬嗎 食物有兩派見解是 有一派是認為說 婚前買的那婚後增值 其實並不是因為你的婚姻 有付出任何的努力所導致 這也是沒錯 對那有一派見解是 認為說是可以去做增值的分配的 所以這個沒有一定 有爭議就 原則上可能還是看個案狀況 比如說可能婚前婦的比例 跟婚後婦的比例 可能也會有一些的影響這樣子 至於第二點 登記在誰名下 還是可以分配的這部分 因為回歸到剛才一開始在講的財產智 其實大家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夫妻都是獨立的個體啦 所以登記在誰名下就是誰的 那如果想要 進行保障 除了剩餘財產分配之外 另外一個保障方式是 那可以登記為共有的 那共有的大家就是一人一半 這就比較 不會說 對誰都沒有保障的這個問題 權利其實只有在 剩餘財產分配的那一刻才會發生 就是說今天這件衣服我買的 我要丟我要送人 其實他都沒有權利去管 房子也是一樣他要賣 他要處分 其實就是名字是他的 就是他去處理 那你要說有權利 要不就是他掛掉 要不就是你們要離婚 這個時候才可以去做分配 贈餘的東西是不用拿出來分配的 可我可以要求他那個二分之一 扣掉頭款之後要拿出來分 那如果我就要到另外一半托詞 可是我沒有想要離婚 那我可以怎樣保障我自己 即便不離婚你也可以去告 侵害賠償的損害賠償 你上了法院的訴訟 最重要就是要舉證 做拍照收證的動作 而不要侵入到私人的隱私空間去 因為即使是夫妻 也不能去過度的侵害對方的隱私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方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是在哈囉每週二、四、下午五點 LINE TODAY準時上限 ! 余